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走八方 今天我们来转一转明尼苏达州的首府,圣保罗 圣保罗和明尼阿布勒斯是紧紧相依 也算是一个双子城 要想进入这个双子城可真是不容易 早已经看到了这个城市的天际线 可是呢,还要绕过一个一个的立交桥 这里的立交桥呢,规模也是相当的大 感觉跟德州的桥可以有一比了 除了桥,还有就是这样像保护城里一样的一个一个的小城墙 飞机也是飞来飞去 终于呢,看到了圣保罗的标志 慢慢的进入这个城市 一眼就看到了圣保罗大教堂 这是一座罗马天主教教堂 是美国最具有特色的大教堂之一 可以俯瞰整个圣保罗市 拥有独特的父童的圆顶 它是献给使徒保罗的 同时也是跟圣保罗这个城市是同一个名字 这是圣保罗大教堂的东门 很多的雕像,正面有一个大大的窗户 如果从里边看,就是这样的花玻璃 玻璃上方刻着拉丁语的文字 意思是,去教导所有的国家吧 在南门前高高的台阶上 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色 明尼苏达州的议会大厦 这边就可以俯视圣保罗市中心 前边呢,还有一片绿绿的草坪 在那个地方是观看圣保罗大教堂南门的 最好的地方 这个呢,就是在这个草坪上所照的照片 可以看到高高的穹顶上 一个金色的十字架 窗口上的雕像也是非常的清晰 显示的是基督以他的十位使徒 天气不是那么好 偶尔的云走了 阳光来了 穹顶显得更加高大和光耀 这张照片呢,就是在台阶附近照的 只能照一部分的穹顶 而在草坪上就可以完完整整的照出来 整个他的形态 这个地方呢,是他的南门 南门有一个停车场 如果你找不到地方趴车 就直接停到南门的停车场 也非常的方便 走进圣保罗大教堂 还没有进门 就在门口的地方 就被他的大理石所吸引 觉得非常高档似的大理石 雕刻着不同的文字 他的大门也是非常的有特点 走进来,也是一个一个的拱门 套着另一个 觉得真的是神秘不可测 不同颜色和不同形状的大理石石柱 因为打磨的不同 他也散发着不同的光芒 顶上又是基督和他的使徒们 基督的背后也是光彩照人 这里呢,就是我们在外边看到的 在大的穹顶旁边的小的穹顶 每一个细节 感觉都非常的标致 也算是雕梁画柱 特别喜欢这样一层一层的拱门 给人带来的神秘感和神圣感 这里呢,就是礼拜的主堂 可以容纳三千多人 非常的整齐 每一个小盒子里边 都放着两本红色的圣经 门一开 就拥见了很多参观的人们 很多人都是在这儿举着相机 左照,右照 享受着这里金碧辉煌的设计 这个就是主穹顶 高度呢,达到93米 这个教堂呢,完全是仿照 坟提纲的圣彼得大教堂 而设计建造的 是美国的第三大教堂 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 无支撑穹顶教堂 这是礼拜大厅的正面 高高的祭坛 上方呢,是大群顶旁边的小群顶 设计精美 制作华丽 在大厅的四个脚上 还有四个传道式的雕像 后边的花色玻璃 也设计得非常的精美 在大厅的四周 有这样的二十四扇彩色玻璃窗 各个角落也有很多的雕像 大厅的顶部望上去 也是非常的精美 这是仿制的同等大小的 米开朗基罗的圣母莲子图 这个厕堂 小小的穹顶 也一下把人吸引过来 这里呢 是圣玛丽堂 这些花色的玻璃 都描述了 玛丽生活的场景 包括天使鲍兴 和基督的诞生 站在绝美的雕像面前 静静地凝视着 崇拜着 祈祷着 高高的穹顶 也是圣洁 无瑕 精美的花玻璃窗口 把这里也照得非常的明亮 显示着圣母堂的荣耀 这是教堂另外的两个角 两个传道式的雕像 进去的时候呢 只有南门是开放的 出来的时候 很多的门都可以出来 这里是北门 从这里呢 我们就跟圣保罗大教堂告别 然后从他的后面 穿到了这条大街 觉得这条大街 也真是漂亮 无比 好像是来到了莫斯科一般 似乎跟我所生活的城市 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 穿来穿去 停留了许久 看一看这些高大的 楼房的建筑 和他精美的阳台 现在去不了欧洲 就算在这里 来享受一下 欧洲的风情吧 商业区里的美 自不必说 但是呢 来到了居住区 也是同样的美 离开了教堂山 第二个最想去的地方 当然就是明尼苏达州的 议会大厦 从圣保罗大教堂 按这个方向开 一路上 这个小小的设计 真的还让我挺喜欢的 好像是桥头堡一样 也好像是离开了一个盛大的地方 又来到了另外一个盛大的地方 据说呢 明尼苏达州 一会大厦的圆顶 是世界上第二大自立式大理石圆顶 仅次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这次我们没有机会去参观里面 据说呢 里面也是金碧辉煌 但我很不解的是 在这个议会大厦的表面 它是完全用大理石制作的 但是大理石的颜色 却各不相同 有的很白 有的 稍微的显得旧一点 不知道是后来更换过 还是就是这样设计的 只是我不懂 不能理解 这样的设计 感觉跟宾州的 议会大厦的大穹顶 好像是大了 那么一点点 整个议会大厦的周边 也是相当的漂亮 这里呢 据说应该是称为地铁站 也跟我们Peaceburg一样 一会儿在地上 一会儿在地下 崇敬之礼的圣保罗大教堂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订阅 点赞 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